云南咖啡不是我来品 只是我们对它的认可度不高 我们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中国有更好的小利咖啡的原产地 做电商 以前只能在室内过 怎么去把我们保险小利咖啡呢 去呈现给消费者 以前没有路我们觉得是靠夺罪 我们在上面建的机场真的不容易 来来回回走这条路不低于十趟 每趟的话肯定就是六个小时 我们机场建下去了以后 当地的村民就跟外面的沟通就加深了 在家里面就把这个生意做到了 我们想当一个陪考者 陪着中国咖啡已经成长 能为这个村助力它的发展 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感觉很荣幸 就整个一个通讯网络不开以后 那么通过我们产区的直播呢 它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整个一个咖啡基地的一个状况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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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